大家好 我是陳榮欣 祝V Channel 播出的一期是10月9日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選舉 選舉開支申報和選舉制度 沒有政黨的黃翅峰的選舉開支花了50萬 因為被DQ 沒有得獲法還選舉開支 但在這50萬當中 黃翅峰只需要付700元 有誰資助他 錢又怎樣花呢 而且涉嫌違反了國安法 而另一個所謂的抗爭派黃伯宇更加厲害 他們的開支可以說是驚人 而且他的申報更加意外揭露了背後的申主 申主一被公開 立即割蓆都不止 還說要接近公司 究竟有甚麼QK 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相信一群攬插派政棍的選舉開支和幕後申主被揭露 都不是他們最害怕的消息 他們最害怕的消息 相信會是施政報告 接下來有機會改革我們的選舉制度 一群接受人大委任延任的 21個主流派攬炒派立法會議員 立即開記者會 為甚麼這麼討厭呢 因為有數得計 我準備了影片和大家看看 最後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自己的經歷 我自己有一次出席特首林鄭月娥的邀請 談及選舉制度 我和一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高官有一個對話 今天我想和大家公開分享 大家聽完我和這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高官的對話 再看今時今日政府都去研究內地港人可以投票 我相信絕對是感受到上年12月和今時今日的分別 可以說整個公務員體系都脫胎換骨了 今集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榮恩Jofie Chang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我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和媒和攬收派 不想大家知道有關選舉的真相 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這樣的 每一個參選的人都需要按照選舉程序申報選舉開支 以及接受過甚麼捐款 不論有沒有被DQ也好 但是被DQ的就不會獲政府發議支出的選舉開支 所以被DQ的黃翅峰也要申報 但是政府就不會為他埋單 不過當然選舉開支黃翅峰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自然是有金主 黃翅峰向選管會申報的選舉開支是50萬 其中有超過33萬用來請7名助理 7助理 其中前眾志的主席林朗彥佔佔了12萬 12萬我相信是很多打工的小黃人 可能要一年不吃不玩才能儲得的錢 大漢奸旁邊的小漢奸 那幾月也賺了12萬 司機加上油費也有6萬多 那麽黎峰花了50萬 大約5萬元是民主動力捐贈的 其餘接近九成也就是452千元 就是由一間叫做 沖刺Limited的公司去捐贈的 那這間公司究竟是什麼來頭呢 沖刺Limited中文就是叫做沖刺有限公司 名字改到好像沖刺所那樣的沖刺 董事就是未解散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 那就是金主公司董事鄭家朗 也就是前眾志的副主席 就出錢去請回香港眾志的前主席林朗彥 去作為沖刺風的選舉工作人員 還要以12萬作為酬勞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利益的輸送 如果黃色風不是被DQ的話 這筆數就是我們納稅的埋單 那眾志的譯音和沖刺其實都是同音的 而翻查公司註冊 沖刺Limited在2016年4月19日成立 就跟香港眾志成立的時間非常吻合 黃之鋒也曾經在2017年回應傳媒的時候 承認沖刺Limited的戶口 就是給香港眾志作一個日常的運作 香港《文匯報》的記者 早前分別打電話給鄭家朗和黃之鋒了解詳情 鄭家朗和黃之鋒不知道是不是心虛 鄭家朗得知香港《文匯報》的記者之後 就立即收線了 非常無禮貌 而黃之鋒接到電話之後 就叫記者以短訊方式去聯絡他 但之後就沒有再回覆了 香港眾志大家都知道 雖然之前說到是威是是勢的 但在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前 就已經急急解散了 去逃避刑責 但以公司的形式繼續去支助港獨的份子 支助黃之鋒 這次申報證明了港獨組織香港眾志以一個分身形式 Tongchi Limited繼續運作繼續營運的線索 相信也提供了資料給國安處跟進 而另一名參加俗稱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港獨派 但又未被DQ的黃伯宇更厲害 黃伯宇無疑是獨派 因為他是糧油之流 這張照片是黃伯宇在2016年8月28日 在金鐘天馬公園一個所謂的香港民族備戰大會拍攝 除了有糧油之外 還有坐牢的梁天琦 潛逃的黃台羊 黃伯宇可以說是核心份子 黃伯宇申報的選舉總開支有489萬 是大幅拋離同一個功能界別的候選人 489萬的選舉經費當中 形象、發展和指導已經成為75萬 但不知道發展和指導了什麼 化妝也花了10萬 連寫稿也要50萬 可以說是自治值千金 攝影製作也50萬 社交網站發布選舉廣告也96萬 但當然也不需要黃伯宇擔心 489萬的選舉經費當中 有超過450萬的選舉服務和貨品 就是由一間叫YouMadeThis的公司去捐贈的 而這間YouMadeThis的公司最大的股東 就是一個學者叫做沈旭輝 創辦的GLOS Company Limited 沈旭輝是一個國際關係科的學者 曾經任教過中文大學 小黃人也叫他沈大師 如果大家看電視 相信都會看過他國際關係進行評論 我找到一篇有關沈旭輝的報道去講述他創辦GLOS Company Limited的目的 當中他提到創業並不是為了賺錢 今次向港獨分子黃伯宇捐贈450萬選舉服務 大家就會猜到他的創業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什麼 被揭發獨派黃伯宇選舉工程的金主 沈旭輝立即割席 他就說自己不認識黃伯宇是因為年輕的同事負責 他有說這個同事事前沒有知會他 而經過他的查證才知道有關的報價和捐獻 他就說他不讓公眾組知道這件事 可以說是羅生門 450萬的服務捐獻可以說是不知情的 這個也可以說是黃伯宇選舉經費的羅生門 沈旭輝就說這件事令媒體認為他就是黃伯宇的金主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以為 認不認識就是他所說的 但事實是真的捐了選舉服務和貨品 否則也不需要申報 而他的確是這間公司的大股東 那是什麼誤會呢? 沈旭輝就說決策的同事已經辭職 而且更加說完成手上的工作就會結束這間公司 想極力撇清關係 真的很大影響 因為被人知道報價用了七十五萬去幫黃伯撿刑像 但也不知道撿了什麼的時候 難怪事件敗路後就想接了一間公司 真是無地自用 那為什麼沈旭輝想極力撇清關係呢? 其實也不難理解 我們剛剛也說了要查黃之鋒的金主 沈旭Limited 大家說沈旭輝的公司是否需要查呢? 大家可以留言說 而我就覺得沈旭輝越想撇清 就越是要查清 雖然說選舉事務處是會根據候選人的實際開支 而不會根據選舉捐贈的款額去計算支付金額 換言之選舉捐贈就不會得到政府資助 就不會令我們的公帑蒙受損失 但是如果選舉事務處發現候選人提交的申報表 有不完整或錯誤的地方 就有機會構成錯誤或虛假的陳述 是有刑責的 而沈旭輝自己Facebook 都說不認同報價 間接曲線地督灰 就說報價是有問題的 選舉事務處和廉政公署 我覺得都應該要查一下 就算接了一間公司也沒得避 道理就好像接了眾志之後 都要查他的分身 Chong Chi Limited 另一則與選舉有關的新聞是政府研究修例推行全國性投票制度 令不單止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 甚至乎在上海、北京等很熱門的城市的香港人都可以遙距投票 可以避免因為疫情而要延遲大型選舉 目標是由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起落實 有消息說特首林鄭月娥會在下星期施政報告宣布有關建議 接受人大委任延任的21個主流派攬炒派 都立即開記者會 他們說推行全國港人都可以投票 就是中票的說 為什麼會這麼沒信心 覺得自己得不到暫時居住 或者長期居住在內地的香港人支持呢 人家都沒投票你就知道人家的投票意向了嗎 所謂的民主其實不是想更加多人去參與嗎 不是想擴大所謂的民意基礎嗎 為什麼又不被人投票又要反對呢 那一班攬炒派的政棍在香港搞這搞路整色整碎 其實他們的終極目的不是想將所謂的民主帶到內地 來一招井水飯河水嗎 其實有的在內地投票不是實行將所謂的民主帶到內地嗎 林卓廷就說民主黨會極力反對 我截錄了之前林卓廷做過的訪問 談及到內地投票呢 那大家就知道為什麼攬炒派政棍會這麼震 我們去片看看 當然另外有一樣他們都會很想很快想做的呢 就是修改條例呢 就是比在大瓦灣那裡住的那些大灣區 那些人呢是回來投票的 那當然這件事呢其實就是非常之爭議啦 我很多場合都和不同的人都提過 那所以如果你說沒有了議員在 即是沒有很多民主派在那裏呢 那又是我們股站通過 這樣就搞定了 那個股票很嚴重啊 因為大灣區那裏呢 現在政府說有50萬香港的居民在那裏住的 那我不用多啦 你有25萬票投了下來的話 全香港我們計的那條數 上次區會選舉贏多過一千票的 是得民主派來計的 百多席 有200多席呢是贏少過一千票的 那所以一投下來 全部投了 保皇黨 那我們最少輸200多席 還有你也都不能追究他中票啊 什麼都沒有啊 去選啊 即是你報廉署啊 不要搞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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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林卓廷 現在真的不是跟你說笑了 那看完這條影片在評論之前呢 就是想跟大家指出這條影片兩點的謬誤 必須要和大家糾正的 就是第一 香港其實就是大灣區的部分 所以一談及到大灣區 當然 港人就不會指50萬那麼少啦 而第二點 內地定居的港人呢 當然就不止50萬啦 因為根據政府的統計處數字呢 截至到去年的年底 就總共有53萬8千個港人 就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 所以說呢 只是廣東省都有50萬 那還未計其他的城市的 那林卓廷在影片上呢 就提出他合理化接受人大委任延任的理由啦 那除了想阻止調查黑金和黑暴呢 他還想阻止他推行選舉制度的改革的 他就不讓在內地的港人有投票權 但據我說其實這次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啦 因為接受人大延任委任的攬炒派政棍呢 就可以向小黃人展現一下呢 他們接受人大委任延任 是不是真的可以阻止到政府的施政 不行的話呢 一班攬炒派政棍呢 就相當之難受啦 因為呢 一年的任期了 不用一個月就已經要露底了 真不知道怎麼辦 那雖然消息指呢 最快就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起落實啦 但影響最大的相信都會在下一屆的區議會選舉 因為區議會選舉就是單二直單票制啦 那麼黑暴呢 上年用的手段不停找人排隊 而且呢更有指是呂應外合地不停投票啦 那麼相信這些的手段呢 隨著選民的基數擴大呢 都會失效啦 因為他們每一區呢 都是非常巧合地的贏少少而已而已 那麼最後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上年區議會選舉 之後被特首邀請去禮賓府的一段故事呀 那麼我就記得很清楚 在我在咖啡機那裡沖咖啡的時候呢 就在沖一杯咖啡的時間呢 跟了一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高官呢對話的 那麼跟他寒圈了一兩句之後呢 這個高官就問怎樣可以改善選舉制度呀 我支持大灣區港人可以投票呢 因為我覺得政府也鼓勵大家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置業啦 而且也有一個一小時的生活圈 但是政府現行的選舉制度就剝奪了他們的投票權喔 所以我就覺得是應該要增設措施去給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港人去投票的 但是呢 當時我也沒有那麼大想投 我只是很卑微地說呢 我們選舉如果要改善的話呢 就要安裝一下CCTV啦 拍下黑暴怎樣阻止人排隊投票啦 用指毛去拿選票啦 沒有理由現在推行智慧城市都還是用鉛筆用手這樣畫走他 沒有理由都還是那麼落後用人手去點名派選票的嘛 那高官就用了沖一杯咖啡的時間跟我跳了整隻的社博操 那大家有看Y2K上一條影片就會知道我說什麼的啦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名的高官就回答我啦 如果要用到指毛的話就涉及私隱啦 他說這些東西呢 就不是他跟開的 那說到John CCTV 他就說 這樣會令他很難做喔 他不想被別人說他穴權喔 那我就問他啦 那他們有什麼檢討的方案呢 他就說未有 就是想聽一下我們的意見 那沖完咖啡呢我就禮貌地走開啦 那其實心呢就反著白眼的 那我心想那麼簡單都說不行 那還問我幹什麼 那如今呢 見到施政報告說會有改革 我就覺得呢 那分別之大 希望觀眾朋友可以透過我講的這個故事 作為正常的香港人都會對我們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的 那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和我的小故事分享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和媒和攬收牌 想我們知道有關選舉的真相 記得未訂閱我的頻道 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啦 開啟通知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的啦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上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啦 當然我亦都開了微博和Facebook 如果大家有微博和Facebook account 都可以加上我做朋友 亦都歡迎觀眾朋友 發個WhatsApp跟我打個招呼啦 如果有任何的資訊呢 我都可以第一時間發放到給大家的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Bye Bye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 Jofie Chan 的YouTube頻道 按下See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的啦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請查驚喜 搜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